哈囉我是大鼠 今天要介紹一位 從英雄聯盟S2銅牌 到現在S10台服精英 韓服最高層達到大師69分的玩家 他原本是專精雷紋的玩家 可是後來被人給改廢了 所以想改練另外一隻英雄 某次意外看到韓服精英菲歐拉神 古城77 就下定決心要練好菲歐拉 他S10韓服使用 菲歐拉445場61%勝率 使用的符文有三種 征服者凱旋傳奇敏捷 背水一戰 骨甲建議 或是魔法靈靴幹糧快遞 另外一種 不死之我 爆破 骨甲建議 魔法靈靴幹糧快遞 小符文都是 攻速視性物防 召喚師技能 閃現傳送 技能點法 QEW 前三等QWE 核心裝備 狂怒九頭蛇 三項之力 死亡之武 其實選擇 對面上路是鱷魚 這類前期對線強的英雄 可選擇忍者助具 對面如果整隊都有很多 CT控制技能 就可以選擇水星之靴 關鍵技巧 菲歐拉對線上 多利用QW這連擊來打對方 有時候利用A閃 可以繡爆對方 W盡量扣著 當然有時候拿來擋一些 主要輸出技能都可以 例如賈克斯的QW 卡蜜爾的Q2等等 團隊意識 菲歐拉在打團中 其實不用急著衝進去撒後排 可以先打前排坦克 因為菲歐拉的R和被動 都比較容易切死坦克英雄 接下來 我們馬上來觀賞 韓服大師菲歐拉 Henji的 精彩操作 可以探索 準備好 4個 好 4個 9個 4個 3個 4個 5個 2個 1個 3個 i know you could come back no I'm cold in the middle of life and I need I need you to surv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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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you say it's about me i need you say it's about me of without you I wish I had to surv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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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